今天来聊一聊排卵期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非常久违的 go night talk的时间 我在做第一次go night talk的时候 就有讲到一种非常非常不靠谱的避孕方式 就是安全期避孕 就有人来问我说 什么是安全期 什么是排卵期 其实什么是排卵期 什么是安全期 这方面的理论我也并没有那么了解 我基本上就是大致知道自己排卵期在什么时候呢 是利用手机上的APP 市面上有非常多这一类的APP 大家可以下来用就是你输入自己的月经期 然后大概是有多长的周期 然后多长的时间 那它大致上会帮你算出来 你的那个排卵期在什么时候 你的月经期是什么时候会到来 不过呢为了拍这次视频 我还特别去买了一样东西就是 一个排卵检测试纸 它里面有 尿杯 这个你们应该都有见过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尿杯 做体检的时候有很多都会有这种项目 还有呢是排卵检测试纸 它是要打开来然后才可以用的 这么多排卵试纸我也用不到 是不是我可以用到 从今天开始我可以用到 直到我绝经为止 从理论上来说排卵期就怎么计算呢 就是比如你的月经期是6月1号第一天 然后到下个月的话 那就是7月1号第一天嘛 那从7月1号这个日子 你往前倒推是15天 14天左右这样子 那往前倒推14天的话就是 我看一下日历 那这个排卵期的正日也就是排卵日 就是6月17号 那6月17号往前5天跟往后4天5天这样子 它这个周期都是 这个一整个周期都是排卵期 所以大家会算了吧 除非你是需要排卵 不然我觉得算这个东西好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安全期到底是什么呢 我仍然就是要告诉大家 安全期避孕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 它的名字就有点像是宫井弥烂这个事情 它的整个的意思跟它的名字听上去的这个意思 是完全不搭尬的 对于安全期有一个说法就是前期后8嘛 我去看了一下是怎么样算是前期后8呢 就是你的月经期的中间那一天的前面7天跟后面8天是安全期 尤其是就是当你越靠近这个月经期的那个时间是越安全的 但是这种都是理论上的讲话 无论是排卵期还是安全期 理论上来说是在理想的状态下 你真的是周期非常非常稳定的 像我周期是那种一直往后推的 每次来大姨妈的那个日子会比之前就是计算呢 可能要晚个三四天四五天这样子 有些人的周期可能比我要更加不稳定 有的时候一整个月都不来 如果还是按照这种非常理论的计算方法去算的话 可能排卵期然后安全期都是非常不准确 我的意思呢就是这些计算方法其实都是听起来比较理论化的 尤其是前期后8它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计算方法 它根本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你真的是有这种备孕的需要的时候呢 要看你自己的排卵期就需要用到一些工具 像这种排卵的检测试制 它是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现在是在排卵期还是没有在排卵期 还有其他另外一些比较高级的那种电子的安全期 它并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工具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去检测它 你也不可能每天就是给自己先检测 有没有排卵再去进行啪啪啪 讲到排卵期安全期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其实真的还挺神奇的 像我在排卵期的时候非常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 明显的感觉可能跟大家是有一点共鸣的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一定要是女生在看啊男生不要看啊 就是在排卵期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是最好看的一个时候 就是我感觉我自己的是散发这一种求偶的 这种讯息的 这个可能就是人的身体本 越想吃东西 但是当我在排卵期的时候我好像没有什么胃口 其他排卵期的一些症状我基本上是没有 好像有些人排卵期还会出血 非常轻微的那种出血 排卵期出血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然后还有人可能是就是胸部会比较痛 我自己是月临近月经期的时候胸部会开始痛 在月经期头一二天的时候就是胸部会特别痛 我在排卵期的时候身体没有任何异样的一些疼痛 所以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往安全前因人而一 而且真的生理的构造实在是太奇妙了 每个人都可以经历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 而这些变化是男生体验不到的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到什么是排卵期 我其实过去的这一个月有在检测排卵 没错就是用这个 排卵检测是指来检测一下我自己到底是不是 根据手机上的APP显示我自己在排卵期 那我到底是不是在排卵期呢 我现在这个是 上面显示距离排卵日还有两天 那现在我就当场来测试一下 到底我现在是不是在排卵期 是这个样子 上个厕所 下面是揭晓结果的时间了 到底有没有是在排卵期呢 看到吗 就是上面会有两条线 两条红线 靠近尿液一点的这边 这条红线呢是叫做对照区 然后往我靠近我手的这边呢是叫做检测区 也就是说如果当检测区这里也出现一条红线是跟对照区一样红的话 那就是说明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是在排卵期 检测区这边的红线是没有的或者是险于这个对照区的话 那就是没有在排卵期 反正我这边是很明显的看到两条线是一样红的 所以呢我就在排卵期 耶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东西 哈喽 今天我的APP上面显示呢 我是处在排卵日 依然是用这两个 一个是排卵的试制 一个是纯尿液的这个杯子 这次仍然是有两条红线 所以依然是在排卵期 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都是在排卵期 哈喽 我在威一两天应该就是大姨妈来了 所以今天呢就是做最后一次的排卵期检测 还是用一样的东西尿杯跟这个排卵的检测试制 我非常快速的搞定了 那这次上面的显示呢是跟之前两次不一样 虽然也是有两条红线 但是上面应该是上面 对靠近就是MAX这条红线是非常非常淡的 几乎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就是代表就是呈现阴性 阴性就是说没有在排卵期 希望这个视频呢可以给大家一点点 小小的答疑解惑 还有一个重点要强调一下就是 安全期真的是不安全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子啦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生理回生方面的一些疑问 欢迎来告诉我 然后我可以把它做成视频 可以有更得的主题 同时呢也不要忘记三连 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好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